他在很弱小的时候呢 都别人来帮他 他用不着帮别人 你比如说我们指望五岁孩子帮我们不指望 但是这孩子慢慢在成长 现在我们知道学习压力很大 一直到高中啊都学习压力很大 所以我们一般都不给孩子参加任何负担 你好好学吧 只要你考上大学就行 结果这孩子呢 他到高中甚至到大学 他都不用为父母去负责任何事情 因此他只要管好自己就行 那么管好自己 当他一旦考上大学 他会觉得是我凭自己的努力考上的 跟你们没关系 这是很正常的 所以自私是怎么样养成的呢 就是家里头什么事都让他自己 好好的管自己 别人不用管 错了 其实要让他管别人 当然那孩子小的时候也可以来矫正他 怎么矫正呢 比如说我觉得孩子到四五岁 应该到五岁前后吧 这孩子会上桌吃饭 他要和大人一块吃了 小的时候拿小碗在旁边 等一小碗大人先是追着喂 后边他自己吃 等到五岁上下 他要跟你一块吃饭了 从他跟你吃饭开始 你给他立一个规矩 就大人不动筷子 你就不能先吃饭 这个事很简单 但是非常有效 什么意思呢 我们都知道尤其是晚饭 孩子一般下学了四五点 他就开始饿 可是我们吃饭一般都在六点前后 所以呢 有很多爷爷奶奶就心疼啊 说孩子饿了 那先吃吧 其实呢 我的观点哈 第一 饿这一个小时饿不坏他 第二呢 也饿不死他 第三呢 这个饿下来确实挺难受的 但是我们要知道 人生啊 最基本的痛苦就是饥饿 而他以后走向社会 走向人生的话 他的痛苦会很多 让他去体会 因为人只有在自己痛苦 才能体会别人的痛苦 这我们作为成年人都知道 你自己经历了某一个痛苦 当别人再有这样的事情 你马上特能体谅别人 孩子也一样 要让他在这种小小的痛苦面前 知道别人跟他一样 而且我们是一个家 我们是一个整体 所以要有别人的意识 这就叫吃饭的等待与控制 那么还有一些呢 防止自私呢 比如说像我那孩子小的时候 我就有意的做一些事情 比如说我带他回爷爷奶奶家的时候 他跟爷爷奶奶比较陌生 刚去的时候 那他也很小 我给他拿春节看电视 包一个橘子 他看我有包 站到我跟他等着 我包完一个就给他一半 我说去给爷爷送过去 他拿在手里看看我看看爷爷 他就不想过去 我说你要如果不给爷爷吃 我后边就不给你了 他正在犹豫期间 姑姑就过来了 拉着小手说 走吧咱们给爷爷送过去 这样他就跟着过去 很小嘛 给爷爷递过去了 爷爷特别高兴 亲了他一下 第二半我说去给奶奶送过去 给送过去了 第三半我给大姑 给大姑了 然后呢 这半我给爸爸 最后那半我给他的时候 他拿起来搁到我嘴里了 哎呀 我说你真乖 这时候我又拿了一个整个拨 再给他 什么意思呢 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知道 在这个家庭当中 爷爷奶奶姑姑爸爸 要一个家庭意识 这就叫防止孩子的自私 所以包括我们家有很多习惯 比如我们吃饭 家里谁要没回来 我们一般都要拨出一份菜来 但后来他就自然成习惯了 妈妈 给爸爸留点饭 留出来 脑子有别人 所以像这些都是生活当中一些小事 我们防止孩子自私 那么最后还有一个像经历挫折